國政配政治成縣 第一 迴歸善良政治的本質 第二點 下架蔡英文 第三 邁向科技新國 智慧治國的境界 各位非常感謝我們行政院前張宣任張院長 同意 除了我2020年 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副總統的搭檔人選 也就是所謂 國政配政治成縣 張宣任院長的學歷經歷 是橫跨了非常多的領域 那我跟張院長兩個都熱愛中華民國 我們也非常的擔憂 台灣的前途未來 我們很期盼 這是一場君子之爭的選舉 我想韓市長實現了他一個諾言 就少一個頭髮比他多的 在這邊跟大家簡短的報告 我為什麼願意接受韓市長 韓國瑜總統的邀約 出任他的圖審 三個理由 第一 我希望做為韓國瑜的無黨籍夥伴 陪他帶領我們國家 回歸善良政治的控制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民眾 對於文律對立已經非常的深熱痛苦 我希望我在韓總統身邊 可以幫忙建立民眾 對於韓政府 只問是非 不問言捨的信心 第二點 原因 下嫁蔡英文 下嫁蔡英文 是國內許多有志士士的願望 他們跟我一樣 在蔡英文上任之初 其實滿懷希望的 但這股期許 已經被他施政無能 口水治國 執意揮霍國家資源 再留子孫 假民主之名 行綠色獨裁之時 完全破滅 如果蔡英文再執政四年 我們國家的元氣 一定會被消耗佩勁 如果因為我擔任韓總統的副手 可以幫她加班而達成使命 讓我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第三 我的背景 可以協助我們國家 邁向科技新國 智慧智國的境界 我們政府的執政機器 已經相當老化 許多政策 完全改不上數位潮流 我們政府的高層首長裡面 必須有人具備相關的素養 才能夠帶動政府 整體的轉型和創新 當韓國瑜 要我當他副省的時候 我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我實在沒有辦法跟他開口 所以我不行 今天不要再去談 曾經有什麼樣 即使從頭到尾 張院長都是韓市長 最佳的選擇 張三正是最合適的副手 張三正就好 我覺得非常出色 這個我不曉得 因為昨天他才告訴我 其實在我心中 我一直是把張三正院長做為我的首選 那過程中 有一些討論啊 或者有一些外面的議策啊 等等 我就不予理論 但是韓國瑜的副總統 一定會是非常忙碌的 絕對不可能 是悲胎 長期沒有聲音的 掃描庫勞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 咳咳 咳咳